大家好 我是顾炎沐晨 昨天晚上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真的令人惊叹 浪漫唯美的中华文化以现代高科技为依托 呈现在了全球观众眼前 很多国外媒体也对开幕式高度评价 今日俄罗斯评论 中国以一场引人入胜的开幕式令世界眼花缭乱 华盛顿邮报评论开幕式是一种视觉享受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采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的倒计时视频 展现了中国自然之美 英国卫报评论这是一场典型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表演 欧洲体育评论壮观的灯光秀烟花最先进的高科技非常惊艳 当然盛战之外也不乏酸葡萄的 在日本网站的北京冬奥开幕式打分调查中 57%的日本网民给了满分10分 21%的日本网民给了零分 在民调中90%的人口对中国持负面印象的日本 无论是10分还是零分 在我看来其实都是对北京冬奥开幕式的赞美 比日本更有趣的是一些美国媒体的反应 北京冬奥迪尼格尔伊拉木江这位 维吾尔族运动员作为火炬手参与奥运火炬点火仪式的这一幕 使得一些美国媒体破防了 我们都知道2022北京冬奥美国带着英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少数几个跟班一起进行了所谓的外交抵制 理由是他们造谣出来的抹黑新疆存在人权问题 当新疆姑娘举行点火仪式的时候 一些美国媒体立刻心虚了起来 美国媒体CNN说 这一幕是中国对进行外交抵制的国家传递信息 这届奥运是中国时刻不是你们的时刻 CNN这猪八剑倒打一耙的绝技 倒是练得不错 火炬手的人选 且不说有没有政治意涵 即便一定要用政治角度解读 选择新疆姑娘当火炬手 也只是我们中国在澄清谣言 用实际行动来拨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抹黑新疆的言行 结果到了CNN的眼中 中国拨斥谣言成了一种对他们的挑衅 和CNN一样的还有其他一些美国媒体 雅虎体育说开幕式点火是中国对世界主要国家政府的述中指 美国国家广播电台说开幕式整体简洁华美 最后的点火也是点了政治的火 对外交抵制的西方国家发出了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强烈信号 美国造谣可以 中国澄清不行 这些美国媒体当真是好生霸道 更夸张的事情还有 美国媒体NBC主持人在看到新疆姑娘举行点火仪式之后说 这一安排是中国发出的一个声明 是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直面回击 说实话 NBC的主持人这句话在我看来并没有站在中国的角度抨击美国造谣新疆 这句话只是从政治角度谈了谈可能的火炬手人选的原因 然而就是这句中立角度的话造成了美国媒体一系列的内卷 美国的一个体育新闻网AutoKick说 NBC主持人是为中国政府工作吗 听起来是的 Fox的一个记者说 NBC的主持人成为中国的宣传喉舌 美国媒体C.Span的一个记者说 中国感谢NBC主持人的福 纽约时报说 新疆姑娘是被迫点火的 为什么一句中立角度的评论 会使得NBC主持人成为一些美国媒体集体追杀的目标呢 原因很简单 他们心虚了 美国媒体其实很清楚 他们的政客学者媒体就是在造谣抹黑新疆 目的就是用人权为借口打压遏制中国 由于美国媒体这一连串的内卷用力过猛 不少美国民众也看明白 他们拨斥纽约时报的报道 作为奥运点火仪式的火炬手 这是多少运动员一生的梦想 怎么就是被迫点火了呢 新疆姑娘被迫接受巨大荣誉吗 这逻辑让人短落 还有一个美国网友写的更明白 火炬手不选新疆姑娘 纽约时报又要说中国刻意避免让维吾尔族运动员露面 火炬手是新疆姑娘又变成了中国挑衅西方 反正纽约时报总有话说 被美国网民骂得满头包的纽约时报 最后改了文章的标题 由一名有维吾尔名字的运动员点燃圣火 如果要对这些进行一些总结 从美国媒体报道 新疆姑娘举行点火仪式这一系列的后续中 我们能找到一些和美国政治博弈 和美国大舆论战的思路吗 我觉得第一个 我们要看到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时 已经连中立立场的言论都容不下了 这说明美国舆论厂里 中国议题的大环境极其恶劣 第二个 美国媒体其实非常清楚 他们在说假话 美国民众也知道这一点 如何让美国媒体用力过猛 反而造成美国民众的反感 这对我们中国来说是个课题 第三个 针对美国发起的 针对中国的舆论战和造谣抹黑 我们的一些反击和澄清 要更有技巧一些 比如说藏在他们不得不报道的重大事件内 很多事情 行动比语言更具有说服力 比如这次的火炬手事件 第四个 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国际活动 就像这次北京冬奥 美国用尽了力气 也没拉拢几个跟班 一起外交抵制 大型的国际活动 能使我们中国交到更多的朋友 美国越抵制 他们就越难堪 第五个 我们一定要认清楚 中美舆论战 我们要争取的对象 不是那些美国媒体 不是希望他们有一天 能公平公正的报道中国 我们要争取的对象 永远都应该是全世界广大的人民群众 没有发生渠道 就要自建平台 媒体驻外分设 没有影响力 就要努力起来 没有什么成功 是随随便便就能得来的 要成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 就必须解决挨骂的问题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